Hello 大家好 見到我住校服了之後 我們是個學生妹 今天我們的話題就是來問大家 放假後或放學後會去哪裡玩 我現在就來捉一個討問觀眾 我想問一下你們平時放學或放假後 通常會去哪裡玩呢? 商場走 就這樣商場 通常會去哪些商場? 鑽石山那些 鑽石山那邊有些什麼玩? 但你們平時通常會走一些嗎? 就是買衣服還是買什麼? 買衣服 Gill那些 通常來到旺角都會走一些什麼 例如兆曼還是羅芳那些? 拿好放 拿好放鬥 一般都是在家 那你平時在家中通常會租什麼? 睡覺打機 多數是去的士尼 即你們其實是買了連卡那些嗎? 哦 會不會去其他地方走一下街? 有時候會約出來買衣服 或者可能去長洲、離島那些 走一下旺角買一下衣服 我想問一下你們 在學生時期放學或放假之後 通常會去哪裡玩呢? 多數都是往中或者家附近 那你呢? 同學灣犧牲廣場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 就是忍勢香港好玩的地方呢? 香港好像都很沒分別人 大澳啊 終於又找到一個美女了 那我想問一下你平時放學之後 或者放假之後 通常會去哪裡玩呢? 去補習 很慘 當代香港教育就是這樣 放假可能跟朋友會去哪裡玩呢? 看戲 走街 Party Room 那有沒有什麼覺得是挺好玩的 平價 適合學生去的地方呢? 真的不知道啊 我感覺上香港的物價都挺高 好啦 那現在終於完結了 那我自己就推介一下我的地方 雖然不忍勢 那就是尖沙咀碼頭那邊 可以試試海風 如果大家想撞到我呢 尖沙咀碼頭見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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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